好像跟國民黨切割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郭台銘就是出自於藍 所以你的所有的人情 或者你的人脈 還是在於藍的部分 所以老講 我覺得 我真的希望 趕快這種折磨的日子 趕快結束 韓國瑜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他為什麼要特別講說 其實我也很有地緣關係 因為他不想要讓人家覺得 他跟郭董在平常 在平常的話感覺好像 這個是郭董地盤 怎麼我人也很旺 不是照這樣一輩子 韓國瑜都不能去板橋 區那邊就是要跟郭董 互免一條頭 無不無聊 代表他人氣很強 他才會謙虛說 其實我也是板橋人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其實這滿謙虛的 他也都沒有要針對郭董 我反而覺得說 郭董現在處處都是針對韓國瑜 譬如說剛剛佑正講的 昨天臉書發文 還有之前好幾次 郭董的發言人 都多次故意到講到農舍 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不相關的議題 都會故意說 我們有300個律師 要幫你韓國瑜處理一下農舍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 故意去酸人家 這件事情真的是還滿無聊 特別是剛剛講到 馬總統昨天那個事情 郭董也出來酸 郭董出來酸什麼 他說 他的發言人講說 這個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說打斷馬總統 但是我必須要講 其實昨天的現場 當然是因為時間也有點晚了 韓粉有點鼓噪 可是鼓噪有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很多人在下面不是在虛馬總統 是在跟馬總統說 馬總統 國民黨要團結 把郭台銘帶回家 馬總統趕快處理 郭台銘 王金平的問題 下面人是在喊團結 下面不是在叫馬英九 不要講話講太早 是說趕快把郭台銘的問題處理好 有一些聲音是這樣 所以後來唐惠霖 因為看到現場很多聲音 所以就呼了一個口號 希望讓大家不要太鼓噪 然後黃慧霖呼完口號之後 馬總統可能停頓一下 那許舒嬅可能就 許舒嬅可能就覺得 以為他講完了就停掉 但我必須要講 其實郭董這件事情 千不該萬不該 就是不該你來酸 關你什麼事 就是你害馬總統被人家酸 你還好一直出來酸人家 我就是這個意思 我就是這個意思 你害他在下面被人家吼 結果你說他沒有 人家這樣子做沒有基本道理 我跟你講 對馬英九最對不起 就是你郭董 為什麼 今天如果郭董出來參選的話 是誰臉面無光 就是馬總統 就是郭龍斌 所以你看現在郭龍斌 很記憶在聯繫郭台銘 馬總統也是很努力 在跟郭董在溝通 沒有 沒有 本來不是馬英九叫他出來 你們現在宵在馬英九的身體上 佈董都會嚇壞 大家這樣以為 他過代表去拜給馬英九 所以馬總統說樂觀其成 因為要抽選嘛 是初選樂觀其成 對 如果我 我今天去馬總統說 總統 我要出來選總統 樂觀其成要好好打招 你去看你還不夠年會 什麼人去找的總統 他說因為他做過國民黨的總統 一定會跟你說樂觀 他不會跟你說你不好 你別亂 你不會對 馬英九絕對不會這樣跟他講 現在變成他叫過太平出來 就不是這樣 謝龍介先生的澄清 那也拜託還是馬總統可以經分力 對 但是大家現在外界 都給馬總統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郭董如果看在馬總統的份上 我覺得你也要考慮你接下來的行為 因為如果說你出來參選的話 我覺得真的會有些不明就裡的人 真的會攻擊到馬總統 所以你真的要考慮 其實馬總統跟郭董的感情非常好的 郭董他們現在都一直在建立 自己參選的正當性 今天有一個消息出來 媒體報導說獨家內幕 9月13號郭董宣布參選 這個我們等一下我們現在來看 來 這個太多消息了 剛剛說9月13號宣布退黨 然後今天今天有個消息 某傳媒說郭台銘 12月2號宣布參選總統 消息人士透露獨家消息掌握 說9月12號要宣布 今天說13號才要退黨 然後這個平面媒體 獨家專訪柯P斷言郭台銘 9月17之前宣布 今天還有消息說9月16 確定就是9月16了 到底是12 13還是16 郭震營的民調 他們說他們的民調分析 郭董如果沒有參選的話 12%的選票會流向蔡英文 只有8%會流向韓國瑜 所以按照這樣的邏輯 郭董出來參選比較好 因為可以吸到比較多綠的票 所以你們不要喊團結了 說不定兩個人一起出來參選 才可以保住中華民國 這個是他們邏輯 可是今天 同樣聯合報也有一個民調 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郭董出來參選的話 國民藍的有6成反對 但是綠的有6成2贊成 好啦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郭台銘應該代表 民進黨選統 對 取代蔡英文好不好 對 如果是這樣應該 馬上加入民進黨 好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民調問我 賴清德出來參選 你贊不贊成 我一定贊成 因為可以分到小英雄的票 所以現在是誰希望 郭台銘出來參選 是綠的希望郭台銘出來參選 藍的不希望 所以很明顯的 郭台銘出來參選 當然是分到國民黨的票 所以國民黨當然要喊團結 希望郭台銘不要出走 留在國民黨 國民黨才有機會勝選 現在郭台銘陣營又講說 他今天才講的 發言人講說 國家利益比較重要 還是政黨利益比較重要 當然國家利益 如果我今天勝選的話 我是為了國家 當然可以把政黨利益 泡在一邊 但是我必須要講 郭台銘 你因為參加了國民黨的初選 所以才有裂解國民黨的機會 就是因為進到了 國民黨的初選體制裡面 所以很多的國民黨 原本的社團 包括我們之前講過的 清新總會 或者是國民黨的青年團 或者一些政治人物 他才跟你接觸 然後你今天不出來支持韓國瑜 所以他們跟著你去出走 你是因為參加了國民黨初選 才有這個機會 所以不要講的好像 早知道我就不要參加 國民黨的初選 我一開始 我從頭到尾我就獨立參選 說不定我還不需要 對國民黨負責 我覺得講這種話 是非常的不夠意思 早知道 早知道我今天就比你有錢了 早知道 我也會早知道講的是什麼 來 我覺得郭台銘陣營 最讓大家無法接受的是 如果您真的想選 早點說 大大方方的說 趕快出去 你不是說你不用靠國民黨嗎 你不是很厲害嗎 你不是郭粉大於國民黨嗎 那你整天蹭國民黨幹什麼 如果你這麼厲害 快離開 你不需要國民黨 可是他的發言人到處放話 藍尾如果有需要 郭台銘願意站台 你們就不用靠國民黨 你們很厲害 那你幫藍尾站什麼台 藍尾也不需要你站台 然後還說 郭台銘透過前立委周首遜 跟青藍友人的管道 像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提出 不需公開表態站台等等的條件 你是不是在趁國民黨 你是不是還是要靠國民黨 你就算離開國民黨 你還是要回頭找這些 國民黨要參選立委的人來幫你 你要幫他 講得好聽是你要幫人家 講得好聽是你要人家的票 不是嗎 你有這麼厲害 你就不要趁國民黨 然後甚至還放話說 某立委說不管選不選總統 郭多打算在藍營維持影響力 滿好球 你說維持就維持 判黨中央寬容不要打過 哪一個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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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名 點出來 哪一個立委 再來 黨內人士 來 哪一個黨內人士 郭粉也是必須爭取的票源 希望黨中央不要過度強迫立委 一定要PO臉書 支持韓國瑜 幫忙辯護或是攻擊郭 這講什麼 哪一個黨內人士 指名道姓一下 哪一個立委 趕快講出來 哪一個人要跟你們站在一起 趕快講出來 中央更不可能去逼迫立法委員 你要去攻擊郭台 對啊 講什麼 因為你只要一登記 到中選會一登記 黨記就寄出來 對啊 來 黨中央說 哪一個敢搞這種飛機 我殺無色 結果你看看這個發言人說什麼 對不起我對發言人 這前面沒有意見 但我對你講的話 真的很不能夠理解 他說 要對誰殺無色 國民黨的黨記 是國民黨的事情 又來 國民黨的家務是 你們國民黨國民黨的事情 既然是你們國民黨跟你沒關係 趕快退黨 趕快退黨 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然後也不要再回頭來 蹭這些國民黨 想選立委的人了 可以嗎 拜託 你們台民黨 他們國民黨 彼此不相干 也不要看來看去 不要跑掉 還要蹭人家 其實 優正大約覺得說 你一方面說 都是你國民黨的事 好像跟國民黨切割 今天郭台銘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正式的宣布 所以我們就說 還保持一絲的希望 我們還覺得說 這個沒有到最後關頭 絕不輕言放棄 我們還是到最後一點點的希望 我們都還是能夠希望 希望能夠把持住 可是問題是 我們也要慎防 如果真的郭台銘宣布參選 去登記了之後 他要拉攏的 請問他會拉攏民進黨的 立法委員嗎 他會拉攏時代力量的立法委員 不可能 你看現在包含郭台銘 他的整個的競選團隊裡面 你去整個算 他原來也都是國民黨裡面的人 有一個什麼民進黨裡面的人 沒有 所以他必然會發生 他最後還是回過頭來 希望去找國民黨的小雞 國民黨的小雞來幫忙他 比如說要不要站台 說實在 我們難聽一點 郭台銘不只站台 他的資源也特別多 他的資源也特別多 他可能覺得說我有果粉 我還有其他的資源 我還有晶圓對不對 可能很多的候選人看到 不是你來 請跟郭台銘你站我的台 而是你站台之後 可以對我有什麼樣的幫助 所以到時候會不會有這樣 牽牽扯扯 藕斷絲連的狀況呢 確實有可能 如果郭台銘的參選 真的能夠讓我們非常相信 是能夠讓現在整個粗暴 濫權貪污腐敗的民進黨下台的話 我們舉雙手贊成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當然不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你現在告訴我說 這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你講給誰聽呢 這是國家的利益 還是個人的利益 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不用把民眾當白痴 不要把民眾當白痴 不要再耍郭粉了 郭粉很難過 郭粉想說 聽說9月8號要退還黨員陣 YES 結果9月8號被放鳥 聽說9月9號要幹嘛 結果又沒有 聽說9月12號要宣布 結果又沒有 聽說9月13號 有沒有 剛剛獨家消息說 9月13號要幹嘛 退黨 宣布退黨 結果又沒有 聽說16號要宣布參選 結果又沒有 郭粉很難過 郭粉心情不好 他還有說聽說已經復仇要找好了 結果又沒有要宣布參選 說什麼什麼東南西北辦公室 結果又沒有 你們就一直放話 一直說沒有 覺得很好玩嗎 我們是覺得蠻好玩的 就看你們不曉得幹嘛 可是郭粉會難過 給郭粉一點期待 給郭粉一點信心 因為照你們現在對國民黨的態度 對不起 我不認為你可以從國民黨裡面 帶走多少資源能量或選票 你可能只能靠你自己 或者靠柯文哲給你的那微薄的力量而已 所以好好顧住你的鐵粉 大家公平對決 別再趁國民黨 就靠你自己 然後趕快公布 讓郭粉可以好好的集結 最好是也在新北市三籌 那個什麼公園辦一場 然後跟韓國瑜9月8號的比一下 也許韓國瑜看到說 郭粉人那麼多他就怕了 也不一定 老師 我 真的有可能 你已經知道了 對 就試試看就知道了 我的推斷 我的推斷是郭台銘要參選的機率 越來越高 不管他跟日本人講話的一個態度 放出來的風向 因為 他說帶1000個企業去美國投資 對 他一直在強調 他是瞭解日本 知道日本 那麼他也知道日本人的生活態度 所以他講出來的話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都是有意這樣設計的 所以他的態度裡面 還有他的發言人的態度 還有他透過不具名的人士的放話 其實他要參選的機率 是一直在升高 他們不確定郭會不會出來 不出來 韓要不要硬挺 你可以看到他們一直在觀望 一直在觀望的時候 就會有力的 削弱韓國瑜的聲望 韓國瑜的聲勢 所以韓國瑜的聲勢 就一直上不來 所以你會發現 他一直在往後推 一直在往後推 那麼甚至可能宣布以後 再推到11月都不一定 也就是說最後由親民黨或是誰 來幫他提名都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直在操縱 這樣的一個拖延的戰術 這個拖延的戰術 就會讓國民黨很多人 那麼陷入焦慮 也會讓國民黨的這些支持者 尤其是觀望的這些政治人物 那麼他們本身就繼續維持觀望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一個策略 而這個策略有沒有效 有 確實有效 因為把韓國瑜牽制住了 也把韓國瑜的支持度 往下拉了一點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是在哪裡 郭台銘他依靠的是民調 可是剛剛告訴我們說 他的民調中 支持郭台銘出來選的 有60%是民進黨的 是綠營的 六成二的綠營支持郭台銘 真的應該去加入民進黨才對 又正 重點在這裡 我在民調的時候我支持你 可是在投票的時候 大選的時候我不會支持你 對 也就是說你這個民調 不見得能夠換成選票 一旦不換成選票的時候 你會很驚訝說 你差那麼多 但是你卻把韓國瑜拉住了 然後如果最終是讓蔡英文在連任 這個歷史罪人 這個罪人可大了 郭忠祐 我補充一下 因為昨天這個空拍的 當然大家很感動 當然這個一定要在選前職業 就投票前一天 一定要再重演 但是因為距離選舉還要124天 其實扣掉韓國瑜 他一定要守住高雄的情況之下 這類似辦 類似的場合的機會其實也不多 因為一個禮拜週休二日這樣子 所以這個活動的安排 這個韓正寅要把算盤 要把日曆通通拿出來算清楚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不能只會造勢 別讓韓粉失望 上個禮拜 我跟許淑華委員做電話連線 他說韓國瑜需要政治幕僚 政治幕僚 我請問他政治幕僚是什麼 政治幕僚需要什麼 必備的條件 學律應等等 佑正我想問說 政治幕僚誰最適合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生活的來賓 除了我之外 包括佑正在內 你們都適合 除了我之外 你們都適合去當韓國瑜的 這樣動我很大麻 其實你們都適合 這個 他們已經是 沒有 我政治幕僚是說要專職 每天在高雄 隨時跟著韓國瑜的 對 許偉他的意思說 這也比較難 因為都裝備 對 提醒韓市長各種的 包括應對媒體這個 我昨天在佑正節目講說 9月8日是個大關鍵 因為今天數字出來 我拿給大家看 因為電視收視率跟網路的收看數 其實佑正最清楚 大概回到韓流全盛時期的 70%到80% 你昨天晚上9月8號 能夠70%到80% 我的意思是說 韓國瑜你要Hold住 你不要再 當時要這句往上 你要把韓流通通找回來 可是你不能再吐出來 譬如說我昨天造勢成功 明天我又講什麼會被罵 然後你那個又往下 你昨天那造勢就沒力了 你他昨天講放馬過來 還有TNND 還有08等你這些 其實這些都是他的情緒範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 他需要政治幕僚 他需要有人一直在旁邊 去提醒他什麼的 這個很重要 這韓國瑜他目前當務之急 不能因為造勢成功就鬆懈 造勢成功繼續往上 還有124天要衝 你如果在一個什麼狀況 一些聯繫什麼 因為韓國瑜 我這個佑正節目也講 其實大部分的媒體是 我是要修理你的 我今天拿麥過來 假裝我要採訪你 其實我是要害你跳下去 挖洞給你跳 對 你們在現場 我們以前常挖 我跟你講 是滿滿的惡用 綠色媒體是滿滿的惡用 可是我們沒有那麼過分 我認真說 對 我說出來就是說 韓國瑜他千萬不能鬆懈 他要有人一直在旁邊 給他建議 給他提醒 任何的議題 任何的行程 他很需要這個政治幕僚 所以各位趕快那個 其實是同一個話題 因為有很多的韓國瑜支持者 也在講說 反正自己講得太無聊了 所以難怪要被虛 好像這樣的論點 我覺得也要看狀況 因為在郭台銘準備要進場的同時 你甚至講刻意的禮遇馬英九 這才叫招 對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其實是 朱立倫有事去日本 侯友宜演員忙事 還沒到場的時候 你要讓大家看到 來這裡能夠上台的人 是這樣子的背景禮遇 這才叫招 而且好像是以前 弄郭台銘出來那個人 現在跟韓國瑜好好 剛剛他各位有講 郭台銘要選是有去跟馬英九報告 但你要講說馬英九 他去把他弄出來 這個東西也要有證據 至少馬英九現在是站到 韓國瑜的台來 你看到 我現在講就每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不要只有想得分 我常常講 我跑政治新聞 我看選舉 是下棋 而且是下暗棋 選舉是含運氣在裡面的 有的人他翻了棋以後 我現在就知道 軍 紅軍有沒有 紅帥在那邊 那一開始被死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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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一翻就算是小竹 我就被吃掉了 但是觀眾朋友 棋局就結束了嗎 還沒 你接下來好好穩 不要亂翻 不要犯錯 再下下去 最後贏的人可能還是你 所以選舉他是有含運氣在說 我說暗棋 他不是那種民棋 親棋 他就是你有運氣在的 可是永遠 我所看過去這20年 選舉最後就是犯錯少的人會贏 沒錯 所以任何犯錯不要贏 剛剛我們在講 這發言人講這話其實就是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國民黨了 那是國民黨的事情 這種話國民黨吃者看著就討厭 一次討厭 兩次就更討厭 三次就鬼比較驚蠻 差不多講20幾次了 這種狀況 對 每天都一副就是雲帶風險 怎樣 你打我對不對 我就打給你看 就打你 國民黨吃者就到處都痛打 就痛打郭台銘 真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想說 我們怎麼樣 我們要不要走什麼 都不關國民黨的事 大家就會把你從內心直接割除 你不是最軟的那一塊 你是最硬的那個硬塊 我不要這個硬塊的 滾 就不要了 我為什麼要有 忌廉